再來要看到世界客家博覽會11號開幕 高雄展區邀請了小朋友們到場活力開場 優美旋律打動了現場觀眾 還有小朋友們親自導覽 介紹在地客家文化 吸引民眾驻足參觀 身穿傳統服飾自信開場 隨著音樂輕輕搖擺 優美歌聲感染現場觀眾 世界客家博覽會11號在桃園市登場 結合科技推廣客家多元文化 高雄展區以原客快閃不插電合唱為主題 邀請小朋友們到現場來為活動拉開序幕 六個地區以純客莊為名 文化底蘊豐富 這次在高雄展區登場 要帶給大家不一樣的高雄文化 兼具南北客的特色 兼具城鄉客家的特色 應該是高雄客家非常特別的地方 博覽會從8月11號開始為期兩個月 四個展區共同發力 一起合作推廣客家文化 記者林祝強桃園報導